李小璐事件已渐渐平息 但受害者的伤害却是很难愈合了 回看贾乃亮的长文 可谓是自自诛心 句句肺腑 他全文都在道歉 他对不起甜心 对不起岳父岳母爸妈 更对不起露露 可是在网友看来 贾乃亮这些年一直做得很好 他把甜心教得懂事可爱 把双方老人照顾得年轻健康 也把李小璐宠成了公主 可是如今出了这些事情 为了保护李小璐 他只能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近日又有网友曝光了一组 李小璐十年前淳朴的照片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不知道贾乃亮看到这组照片 有什么感想 不过贾乃亮所在小区邻居爆料称 贾乃亮购买的车库已经清空了 早前停放在车库内的 四辆百万级豪车都被开走 只剩下李小璐和PGY 一起乘坐过的那辆白色兵力 另外风波之后 贾乃亮亮的戒指就再没戴过 事件发生到现在 近一个月的时间后 贾乃亮多次现身剧组拍戏 心情明显比早前好太多